2021年5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参加中共科学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时候 提出鼓励我们要设立大科学计划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什么是大科学计划 5月的最后两天呢 我们紧急的交开了内部的会议讨论 我们觉得排在第一位 我们立即决定设立的 就是十五端兴兰兰大科学计划 为什么呢 首先呢 这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是十五端兴兰兰兰全国学会 另外呢 兰兰将是我们的工作中原 这个大科学计划呢 那我们当时呢就立刻做出这个决定 那么我们想到的 我们为什么可以前途 应该前途做这个呢 在我们有一些基础 我们在非洲 在亚洲 特别是东南亚 中亚 在拉丁美洲 在大安州 我们都持续地进行了 受断性的观察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也在持续地 参与着当地的 受断性的科学研究 那么这大计划 就这么确定了 确定之后 它包括哪些内容 重点是什么 昨天呢 我参加了IWT 第二次 南美的 美洲 的这个 关于反对 非法 野生生物 贸易的论坛 几十位 国家 几十个国家的 环境的 部长 官员 专家 都参加了这会 在这个大会上呢 我介绍了 针对于 虽然是 拉丁美洲的会议 但是我 介绍了 针对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这个国际上 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 举办的单位 包括 UNOBC 就是联合国 毒品与犯罪办公室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当前 我们的大科学计划 就要服务于 经济社会发展 更要服务于 我们全球的 科学的 中大问题 今天的 气候问题和 生物多安性问题 是首当其中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会上 我就介绍了 我们的新的 关于 生物多安性问题 现在的挑战 威胁是什么 那么大量的挑战威胁 来自于三个 category 目录啊 一类是 食品 吃的 一类呢 是药品 用的 第三类呢 是 收藏 这个收藏呢 就包括 关于 家具 比如红木家具啊 这对于 全球的 生物多安性 有什么影响 因为 过度的 收藏的需要 导致大量的 老树 大树 重要的 BV树 被砍发 那么这些树的 被大规模的 商业利用 资本主义的 市场经济驱动的 工业文明驱动的 利用 大规模的影响 森林的 保存 进而呢 就影响到 各种 森林 以森林为其一的 其他森林 的安全 那么 收藏除了 家具之外 还有 珠宝 象牙 虎谷 当然还有 很多的 异宠 异宠现在 对生物多安性 也带来了 越来越大 异宠市场 正在指数级的增长 有的人 还把它当成是 一个成绩 去宣传 去讲 发展经济 市场规模在扩大 这是非常 错误 这个市场规模 这个经济 我们根本就 不能够 去发展 因为什么 因为地球进入 第六四 生活大灭绝 几十年来 世界各国 全力以赴的努力 到今天 我们在召开 COP15的时候 我们还不得不承认 爱知目标 没有一项 全面完成 我们努力了 十年 结果是这么惨 那么南南 大科学 计划 生物多安性方面 首先我们要立足 解决现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这个科学的 第一部分 就是解决 现在的问题 问题包括什么 原因 刚才我讲上了 发生的原因 深层的原因 还有什么 还有人症 比如马达加斯加 四十年前 它的森林覆盖率 超过90% 而近年来 它的森林覆盖率 低过了2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森林没有了 其他生命 能存活吗 地球上一片一片 这样的 生命的 气息地 消失之后 我们人类如何生存 我们细究 我们最近做了一项 大数据挖掘 文献研究工作 我们发现 多年前 大概是96年吧 有关方面 对于马达加斯加的 一种红路的 认定成紫坛 对这件事情 起了推波阻弯的作用 大规模的 砍伐 进口 贸易 就兴起来了 现在呢 专家已经确定了 那个不是什么 紫坛 那是孙芝木的 一种 但是 我们现在 有没有人追究 当时的 这种坚定 即使是孙芝木 我们 应该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 态度 最近呢 我们在 讨论 森林法 即森林法 十四则的问题 如果 不把企业 的 尽责 写进去 我们认为是 不可以的 如果企业有责任来 确定 它的 是否是非法的 是否是 SATIS 华盛顿公约 所限制 国际贸易 不光是要由 国民部门 盖个账 那个东西在 南 南 的国家之中 有的我们知道 是不难获得的 我们应该把企业的责任 绑在一起 要求企业 来承担 尽责调查的责任 他自己 也要出具一个说明 怎么调查 结果是什么 你负全责 这样的话 把他们绑在一起 后期发现 这个有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 深度的追究 企业的相关责任 是不是这样 能够好一点 等等这些 都构成了 我们南南大科学中的 第一大方块 就是现实问题的 科学研究 进行科学研究之后 再进行了 政策倡导 比如传人甲 那么我们中华要点 原来的传人甲 林片指的是 中华传人甲 现在大规模的 非洲传人甲 在被非法的贸易和运输 这些问题 我们要研究清楚 我们是不是应该 禁止 传人甲林片的 批准乳养 至少我们应该禁止 非洲传人甲林片的 批准乳养 因为这个没有 科学依据 也没有实证的依据 因为我们祖先 没有用 非洲传人甲 打不用我的乳养 这些呢 是南南大科学 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就是工业 产业 经济发展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冲击 矿山 铁路 电力 城市 开发区 越来越多的 在世界 南南国家 发展起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 西方发达国家 发展过程之中的 经验教训 我们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过程中的 经验教训 我们要认真研究 这些呢 构成了 第二个板块 南南大科学计划 那么第三个板块呢 就包括 更加传统的 生物多样性科学 这里呢 当然也包括 生物多样性的 评估 生物多样性的调查 参加我们的 南南大科学计划 你很可能会发现 新的物种 因为 还有很多 在 研究的领域 那么 除了 调查 评估 还有保护 如何保护是正确的方案 还有后边的 adoption 随着急剧的气候变化 物种的 生物多样性的 迅速变化 也在所难免 为了入侵物种 是应该怎么样一个 正确的态度 自然变迁 引起的变化 应该怎么样一谈 生物多样性的 adoption 也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 南南大科学计划 里面 除了adoption 还有offset 还有compensation 这些呢 都共同构成我们 南南大科学计划的 第三部分 相对的 传统的 科学计划 欢迎大家 关注参与 我们生物多样性 南南大科学计划 去年10月 习主席 在第15届 第二国大会 上面 在昆明召开的 生物多样性 大会 提出 发出了一个重要的 传统 设立 中国政府 投资 投入 10亿元 设立 昆明 生物多样性 基金 那么习主席 在 报告中指出 昆明 生物多样性 基金 就是用来 支持 发展 各种国家 从事 生物多样性 工作的 毫无疑问的 生物多样性 南南大科学计划 和 昆明 生物多样性 基金 在出发 思考 方向 是一致的 我们会 不断的 努力 沿着这个方向 继续 去分道 我们也接此 号召 大家的 各种形式的 参与 不光是 传统的 南南的 生物多样性 科学家 还包括 经济学 社会学 教育学 各领域的 关注 我们 生物多样性 南南 大科学计划 的科学家 参加 除了科学家 我们还希望 还需要公民 科学家 还需要 青年人 还需要 行动者 还需要 水平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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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毫无疑问的 师母多样性 都具有一个非常中心的 重要的地位 让我们共同 为师母多样性 难能打K计划 出力 谢谢